因为一句承诺 老汉不惜翻山越岭穿越几百公里 只为了能让好兄弟落叶归根入土为安 身为一个平常人却做了一件荒天阵地的大事 改句落叶归根由真实案例改编 讲述了老赵带好尸体一路北上的故事 剧中赵本山老师饰演的老赵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因为生活所迫他难下到深圳打工 在深圳的工地上结识了好友刘全 两人性情相投 于是时不时的喝点小酒 在一次酒桌上老赵向老六承诺 以后他俩不管谁死了都要把对方背回家 然而不巧的是老刘真的喝死了 随后老赵遵守落营 一路背着好友返回故乡 而路上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小故事 真是可怜了这句倒书 就算是死了还要遭折尽 不过好在老赵的应付下这事才算过去 可是返乡之路处处不太凭刺激的还在后面 不得不说这一车人可真是够讨厌的 林大道上竟然又遇到了劫匪 而为首的正是在干副业的郭德纲老师 连人的外表下看似没有什么危险 可小弟们手中的家伙是可不是吃素的 于是在劫匪的威逼下 大家纷纷都不情人地掏出了自己的小金 可是连死都不怕的龙赵 可就不是这么好说话 这五百是我的 你拿钱 这五千是他的 你不能拿 说这话就是对我这个行业最大的 不上枪天下枪体 中枪攻击 还有我 听到死人两个字的郭老师 当场就被吓了一票 吓得他当场就要变身 不追走 左手抄起两天尺 右手推出 以太山 郭德纲又打人了开 郭德纲又打人了开 你太过瘾了 随后在赵老师的一动输出下 郭老师才明白了事情的原由 联邦叫身边的小弟们都学着点 并且把自己所得的不良资产转手 就送给了老赵 随后自己乘车潇洒离去 引进的劫匪都走光了 乘客们也陆续将自己的小金库 给收了回来 随后集体抗议想要退票 可他们这点小心思水又猜不到 无非是想要把老赵逼下车而已 随后在大家的驱赶下 老赵背着自己的好兄弟下车 一人一时走在空旷的大道上 路过的车辆仿佛见了温神一样 眼看到了老赵跟前 就猛踩油门急驰入去 最终在一位老龙的帮助下 老赵才背着好兄弟见了车 随后找了个大车顶 便就住了下车 可是命运从不眷恋可怜 在深夜里老赵口袋里的钱 竟被有人给偷了去 无奈自己又没法报警 只能吃了这次洋花贵 不过他的这番凄惨经历 却将大车司机老胡给打动了 第二天早上他就邀请老赵上车 表示要烧他俩一车 老赵眼看着这个司机是个好人 于是也不打算隐瞒 只愿自己的好兄弟是个死 这直接就给老胡下了一阶 心想着老老实实的赵老师 竟然还有这么不为人之的名字 可再看到老赵一脸凌处无害的景色 老胡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 随后松开手杀两人一师就这么上握 心情美美搭的老赵一路上 唱着小曲看着风景 那可真是悠闲自在 可是殊不知他的这举动 却惹怒了老胡 差点就召唤大号许小商城 你冷静 你是不是有杀谁身上 你这个叫赵祸 原来咱赵大爷最后唱的两句词 让老胡想到了旧情 老胡与亲人约定等老胡挣了钱就去娶她 可是谁曾想这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只是和她玩玩而已 在听到老胡是认真的之后 自己竟然一溜烟了就跑了 而他每日唱的歌正是这一首 这可真是害惨了咱老赵 不过好在老胡并没有其余的过激举动 在赵大爷的一顿吾咬下 老胡这才振奋了下 决心把他们送到地方 自己接着去找他非得把他曲街门播客 相据总有分别 俩人很快也来到了岔路口 在相互告别后老赵又独自踏上了窘托 可是前路坎坷充满险阻 路过的车辆还是没有一辆停下来 就连唯一的希望 也被人性给无情的浇灭了 说好了帮人家把车推起来烧自己一撑 可偏偏遇上一个小人连信誉都丢光了 只留下一人一尸在风中徘徊 可好在自己还是有机会解决温饱的 只见一只哭丧的队伍 正浩浩荡荡的走了在路上 赵大爷灵机一动将好兄弟固定好之后 自己则一带头巾 便混在了队伍中 随后深情流露的哭声 更像是在诉说自己一路上的哭出 而这一幕却被一位死人给看到了 老爷子十分好奇 这位人究竟是谁 于是就从棺材中起身 坐到了老赵的身边 这可把赵大爷吓一跳 还以为是老爷子原神出窍 可在一阵交谈过后 老赵才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逢长作息罢 老爷子孤苦伶仃一个人 想要在死去感受一下热闹的气氛 于是才过了这么一批鱼 而赵大爷也坦白了 自己为什么当时哭得那么惨 将自己一路经历的酸楚也和盘拖出来 而老爷子听好 也是被他的这种仗义感动的不幸 随后就友情站住了顶时单和一辆小推车 而一人一时就这样再次上路 有了车之后赵大爷决心试试自己的谋 于是又和大黑牛赛了架 可自己两条腿 怎么能抵得过人家四驱的呢 只见一位好仙从后方出现 一把辅助推车紧住了 最终在两人的努力下 终于是跑过了牛牛公主 随后爬上山顶喝完咖啡后 两人又再次踏上了真诚 而赵老师也逐渐放飞了自我 可是好景不长一个小小坡 就着那人两老奔 还把唯一的运输工具摔得稀罪 不过这小岛没蛋可不止他一个 只见轮胎上的这位大兄弟才是真一生 好好的拖拉机就这么的摔爆飞了 不过这却给老赵找到了运输工具 于是赞人轮胎就这么诞生了 可是上山容易下山的 只见这下子换成轮胎放飞自我 一路高歌的就冲到了山坡上 完了完了 哎呀 那实在惨了 哎呀兄弟 这幸亏是你 这别人是出人命的 于是老赵又再次背起了好兄弟 向着家的方向不断前进 走了不知道多久 老赵来到了一座小镇 饿坏了的老赵赶忙就在餐馆里 点了一只鸡猴一条鱼 可谁曾想这净是一家黑店 张口叫六百块钱 为了防止老赵逃跑 他还把小弟叫了过来 眼看着自己落得下风 老赵也只好老老实实地交了这六百块钱 可谁曾想工地老板给的钱净是假借 回头又被餐馆老板一顿烫尽 心灰意冷的老赵这下子对人生彻底失去了希望 在给老伙计挖满框之后 自己也想着脱离这人的时间 随后绑了一块大石头 就想着自己 可是事与愿为自杀不成 竟还被好些人给救了 不仅蹭了一顿饭 还给他打开了心情 原来这家人野生苦力 因为以此锅炉爆炸女人的半点脸被烫伤毁 从最初的一心求死到最后的安慰度 这个女人真的经历了太多 在听完了她的故事后 老赵再次重燃了生活的心 随后在大叔的护送下 两人离目的地又见了 不知去向的老赵 在听到了熟悉的香音后 背着哥们一下子就闯到了地 二话不说地就给姑娘挥了下来 祈求她能给自己这位死去的好兄弟画画中 在听到死人这两字后 妹子半信半疑地朝尸体看了一眼 随后就想着逃离出去 而这一幕正巧被暗恋妹子的警官给看到了 在一阵心里博弈好妹子打算和老赵演完这出戏 在两人倚言我一语的交流下 这才给这可爱警察给糊弄了过去 随后约好了一起吃饭后 才离开了理发地 看到妹子的这一通表演后 赵大爷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简直是比自己还能忽悠啊 好在妹子也是热心人 在给老赵洗完头后 又给尸体画了状 走之前还给尸体送了覆墓镜 不得不说妹子真是人为心上活菩萨 希望妹子生以兴奋 在路上老赵又再次遇到了人民警察 热心的警察还别忙得请他上车 可在老赵还背着尸体的生产入戏 于是不停地推托 最终拗不过警察的热情 老赵就这么背着尸体上车 为了转移警察的注意力 老赵又大呼又附体 开始了呼喉话术 那给这警察整得一愣一愣的 对老赵是妹子叔叔的事情深信不疑 随后两人就开始了 爷们之间的交谈 正如老赵所料这个警察是喜欢妹子 而妹子似乎对他也是有意思 为了撮合这一对友情 老赵又开始胡说乱扯了架 说这个妹子那可是一等一的美人 不仅善良还孝敬父母在镇上演示出了名 要是没看过赵大爷的小品 小编还就差点现了 不过赵大爷还是做得不错的嘛 成人之美起步快哉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也即将会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哪 在警察送到车站后 老赵找了一个水管 将兄弟给暂时安置了下 自己则是去献血挣钱讨口凡事 可不料自己的过意肝并不能献血 于是一出门店就被写贩子给丢上 随后在写贩子的热力邀请下 才来到了秘密基地 在这里他则遇到了同在卖血的白鱼 而他也正是老赵的真命天哪 就在三人聊天时 警察恰巧闯了进来抓捕写贩子 而两人的缘分也刚刚开始 在被送到了救助中心后 两人也变得更加熟握了脚 不仅敞开心扉的明天 还在晚会上共同表演节目 逗得台下观众笑声一听 就这样两人的感情不短声闻 随后赵大爷率先开始的表白 你看 大叔我这人能不能胜任 刚才我咱俩演节目的时候 我抱你心疼疼 那也是一样 啥样 心疼疼 就这样在白云的统一下 两人算是私底终身 兴高采烈的老赵 赶忙的就想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自己的好兄弟 可当他赶到时才发现好兄弟在救被人装上了车 随后自己一溜烟的也跑到了顺风车上 和自己的好兄弟聊了一路的天 可是顺风车也不一定一直顺利 遮不到了最后的路程 还是得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路上依旧是没有一辆车愿意烧他们一程 就这样一人一尸步履前行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他们不停的往前走 最终精疲力竭重重的倒了下去 不过好在前路不会再那么艰辛了 善良的人民警察将会一直陪在身边 当警察核实过情况后 便提出按照我国的政策尸体需要就地混化 而老赵也只能无奈地答应 由于花光了所有的钱 自己甚至连最便宜的骨灰盒都买不起 幸好警察最终给他垫上 看到这一幕真的很免心 最终俩又踏上了返乡的人民 在跋山涉水来到了好兄弟的家乡后 却发现好兄弟的家乡 早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而家人们也早已搬去了别族 只留下了一番话 指引着新家的地址 无奈的老赵只能再次踏上争承 影片至此结束 落叶归根明明是一部喜剧 可是在喜剧的背后 却是底层社会最真实最残酷的形状 老赵的这一路将沿途的风景看見 也将这世间的人心看見 没有人知道他会何去何去 也没有人知道他今后的生活会怎么顾问 有人说喜剧的内核就是悲剧 小编觉得一点不足 要是没有对比 又怎会知这事态延良的人情浓满 还是愿这世间好人多点的